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小,夏天到了 要是能吃上一口冰冰凉凉又爽口的大冷面,老过瘾了 今天我就把冷面汤制作方法告诉大家 大碗中准备一勺白砂糖 再打入两克小苏打,用9度的白醋给它稀释开 稀释开以后会产生二氧化碳 这样对冷面汤吃起来更爽口一些 点点酱油,提个鲜度 再加入半瓶的冰镇矿泉水,越凉的越好 调皮的盐调味 再加入老抽调点颜色 加点蒜末 一勺的熟芝麻 再来点辣椒油 老干妈也可以哈 最后啊,我们放点朝鲜的辣酱 这小味接着就上来了 再把冷面冷水下锅,多煮一会儿 你也可以到我煮夜去巴拉巴拉 全都是那种啊,一学就会的家常菜 希望在你做菜的时候可以给你一个参考 喜欢的话就给我留一个关注呗 把冷面煮到像我这样的,开始断条 黏的拉乎的,像这样就好了 咱再给它洗个冷水澡,控干它的水分 倒上提前备好的冷面汤 放上自己喜欢吃的青菜 最后啊,我们再放点冷面的灵魂 辣白菜 这个冷面啊,就做好了 要是你家里有条件啊,可以往里边放点雪碧 这样会更爽口更好吃 有时间啊,你也试做一下呗 看都看到这儿了,点点红心呗 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